科興向衛生署提交部分第三期臨床數據 但資料未有刊登在學術期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兆史被追問到 是否為科興降低標準 他說對每種疫苗的處理方法都是一樣 優惠兒報導 科興疫苗分別在巴西、土耳其、印尼和智利做測試 但暫時只會向衛生署提供巴西和土耳其的第三期臨床資料 不是完整的報告 亦都沒有登在學術期刊 他亦都提供了一些 他們交了給藥監那方面的一些數據 是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繼續跟他緊密聯絡 我們都希望爭取 如果我們能夠在新年之前 給到專家小組委員會開會 這個就最理想 是否為了要用科興所以降低標準 不用登醫學期刊 絕對不是 我想我們的專家 其實一直 任何的數據他們都會小心地去審視 每一隻的疫苗都是一樣的 政府上星期五出稿說研究報告和數據登在學術期刊 一般來講是另一個指標 審核疫苗的專家委員會就一直強調 第三期數據要交由同行審核 再刊登在學術期刊才會接納 未來委員會會怎麼處理 我們聯絡過部分人都說不評論 科興未有同行評審 未出文獻 兩件都沒有的 最重要是中期的數據交給本港的專家 做同行評審 他說世衛和內地藥監局都在審核科興的數據 如果發現有問題 委員會不會批准使用 有線電視記者優惠宜報讀